你老是让人觉得那么亲切的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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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尤其在今天的社会 我怀疑你有另一面 就是你看另一面 我有时候在他的戏里 你演的这个角色里 你看有的时候从眼神当中 你能看出这种腰野 你看你心里有 但是我们平常看不出来 你比如说他这个 有的时候演那种内心的那种 很委屈啊 很什么 甚至是爆发力很强 可是你看平常生活里 我就觉得你好像是一个 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人 就是要对所有的人 就是这个慈眉善目 这个是可能是家教吧 我觉得跟这个家庭环境 有很大关系 父母的从小老祖辈吧 就是老一辈 就是那种家庭环境 对你愚人要为善 然后温良恭俭让这些东西 可能你就对外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这样 就被训练 我觉得这些人成长的过程 实际上是在一个 被训练的过程 我们刚才讲的也是 怎么样慢慢就失去了 你自己的那个 同真 同真天性 因为你就被变成一个体制 或者是一个系统里的 这个行为举止了吧 但是内心里头 其实是狂热的 是有热情 是有火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考电影学院之前 我自己就觉得 我觉得我内心里 有一团火一直在烧 我觉得是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去释放出来 没有途径 那么后来做了演员 我觉得太好了 我终于有一个出口了 要不然我会 我会有神经病 那一团火就叫天赋 不是每个人都有它 就是你可以装着油 但你没有 你压不住的油 这叫天赋 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 判断一个演员的 是不是好演员的一个标准 特别简单 我跟很多人说完 他们就明白了 一个演员 这个演员是包括像表演的 包括唱歌的 这都算 就是他生活中 跟电影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好演员 唱歌的人说话特垮 我听过那唱歌的人说话 特垮的 那是好演员 上来就是 今儿咱们怎么着 一听你就是来 每生的这个 这都不算好的 就你听出来 他是个唱歌的 就完了 你知道有很多很好的 你像戴玉强 你要跟他聊天 他垮的要死 特匹 但是他上去的时候 就不是这个状态了 就是他知道演员 跟他生活中间的这个感受 如果一个演员一进来 就所有人说 这演员吧 坏了 挂像 挂像吧 你一挂像 你都不是好演员 你这个就自然说到 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了 就是说这个怀旧 这怀旧啊 你知道从哪儿起的 你觉不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这个18岁 前一阵啊 都在朋友圈刷这个18岁 我一直都闹不清 这是干嘛呢 后来 嘉惠你知道了吗 大家都在 铺那个 铺那个18岁的照片 咱们来先来看看啊 先来看看这个谁的18岁 能想得到吗 人家说 人家说我这照片有杀气 没错 然后我说 有点像那个老改办 对 杀气 我说我承认 我们那个社会 那个时段就是有杀气 然后呢 他们说 我肯定是特别愿意打群架 他们恰恰把我说错了 我特别不喜欢打群架 我只喜欢单打独斗 就一个人 所以那时候 我这是下农村的 就是钱照的照片 就下农村的时候照的照片 咱们再看 游逼你汉勇的 就是江辉 不好意思 江辉 你这个玩蛊惑仔 我告诉你 马爷 你讲对了一半 我就是 那时候我经常跟朋友讲 我生活那个圈子 都很多蛊惑仔 踢足球嘛 更长嘛 那我身边那群朋友呢 每一个都被人家邀请过 加入黑社会 除了我 所以我成长过程 没有半个人问我 要不要加入黑社会 觉得对我来说是羞辱啊 我是一个连黑社会 都不要我的人啊 都丢脸了 那我就刹定决心 去健身啊 做健身 念到以为有凶肌了 就可以有人邀请我 结果还是没有 这叫凶肌嘛 我请他打马赛科 没有 也就是个漏点照 像个少女嘛 对对对对 而且这像香港的三级杂志里边 你再看看我 我的命名音乐 这是高中 就是一个对世界就是这种写 太逗了 充满怀疑 充满怀疑不信 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阴郁 你知道吗 要这么说 我真是个好主持人 我就是生活里很阴郁 很沉默寡言的 就这个鸟样子 你知道吗 还没刮胡子呢 嘴上的毛就已经浓腾这样了 看个世人 现在咱们要看的是咱们的 女神来吧 女神啊 呦 你瞧瞧 哎不像啊 像怎么不像 像啊 嘉辉你觉得像吗 像像很像 他用美感很像 这个你这是18啊 这18岁这时候是 这是自来水厂当女工吗 没有 还是到了北京 还没有到北京 在蹦步 还没有到北京 对 这是18岁的照片吗 差不多就那个年龄 好看好看 哎呀 这要是今天我碰见这么一女孩 我也得追啊 我天哪 这是 那是什么意思呀 对 这句话一点意思都没有 因为碰到什么女孩都想追 对 确实好好看啊 而且显得这个人性格特别好一样 是吗 我假如碰到这种女孩 我不敢追 人太好了 一看就是我觉得 我伤害一个坏人无所谓 伤害一个天使 那不行 你怎么知道 你一定是你伤害人家 谁伤害谁受你 看起来像天使嘛 我听到马爷说 你以前不是个好人 我崩溃了 就我心中你是马胜人嘛 不是 不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社会是 是完全动荡的 那么动荡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自己 为自己创造一个价值 你价值就是打架 你败了就没有价值 价值就是打架的价值 他不是说 你读书是没有用的 我不能说 你要动手跟我打架了 说咱俩先论一通 唐诗送词 咱俩一人一来一句 你来不上了 我就甘拜下风 没这个事 是吧 那时候打架不动凶 就不动凶器 已经是好人了 除了打架 还有泡妞 叫拍婆子 那个时候 拍什么 拍婆子 你这么漂亮 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有没碰见那种 就是叫拍婆子的 没有 他那个环境里都是好人 就是上来跟你搭讪 追着你跑 肯定也有吧 不是 同学吧 不是不是 拍婆子 我告诉你概念很准确 第一是生人之间 熟人不能算 第二呢 一定是在公共场合 以一个不良少年的姿态出现 你去了 定义很准确 你拿一本书 戴着眼镜 说我给你弄的 这都不算 去了就是 那女孩 我过去看 我那个朋友胆大的拍婆子 你看看女孩好看 看女孩背一书包 过去以后 把书包一摘 往自个尖上一块 女孩说你凭什么弄书包 那时候还就 那时候那女孩说老实 现在肯定是抢包的 对不对 那时候没有人抢包 那女孩上去又给拽过来 又挂自个儿先生 挂就来 几个合回 那么俩人就能说上话了嘛 要调戏 能够说是调戏 很多女孩很喜欢这种带有半强制性的 她就会跟你好起来 这个过去说好你怕难缠嘛 你缠着她 这叫拍婆子 你说那个时候挺有意思 我记得就是说 街头上一些个不良少年 是吧 她是怎么的 在校门口等着 就等着班里这个女生 其实我今天想起来也挺可乐的 她也不是什么打架斗 我有妇女她谈不到 她等半天 这女孩吓得呀 就像要被非礼一样 就不敢走 就因为一伙小子在门口等着她 但是呢 真出去了就是干嘛呀 就把她堵了个墙角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这女孩说你们干嘛呀 然后就说 你给我交朋友 我不跟你交朋友 你们不交朋友就不能走 其实碰都没碰一下 最后你就是答应跟她交朋友 就放你回家了 就当时是那种气氛我觉得挺有意思 不过咱们终于找着了这个文力认可的 这都不是18岁了 17岁 17岁的文力 瞧瞧 好像混血 我就说当年 她让我想起那个东尼啊 我心目中我们那个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鲍尔科查金有一个女朋友 资产阶级小姐 你看有点吧 而且你看你看从这个时候看得出来啊 那个时候真是文学 有点文学青年了 比较比较那个 对比较思考人生开始 对 对 而且文豪刚刚说的文养 也不一定是讲演戏的部分 是说做人啊 你说与人为善温暖 因为心中一团火 每个人都有嘛 我那样火可能用在写作 可能用在其他的才能才华方面 可是作为一个人嘛 我觉得眼睛骗不了人 没错 对 脑外说眼里面有个天使在跳舞啊 我觉得文艺老师 我们第一次贫水商风见面啊 我还觉得看到天使啊 你看到这个善良温柔的 善良 Be kind 做好人那个感觉出来 我在演艺界啊 有一些蛮多朋友 文艺老师是一个给我这样的感觉 还有一个是谁呢 林清霞 清霞那个大明星嘛 可是那种那种那种善良啊 就在他的眼睛 而且在声音 我记得有一次半夜 林清霞打给我 我们有偶尔会聊聊天 然后呢 他打来干嘛呢 刚好那他打电话来的 当天的下午呢 香港有个什么八卦周刊 报了他一个乱七八糟的 根本虚假的事情 然后他打来干嘛呢 他知道我跟八卦周刊那边的人是朋友 那个人 他是干嘛 不是请托我去叫人家别登哦 是什么 他可能心中我隐约觉得他有点怀疑我 是我把话传了出去 人家是会在他别墅面前什么写什么这个那个 我绝对没有 我们朋友交朋友不会做这种事 可是我最好玩是听到清霞林清霞那个电话里面的声音 他还是不敢把这个疑问讲出来 因为朋友之间假如当我提问的时候 已经是一种攻击了嘛 羞辱了 对我的时候羞辱你怎么会怀疑我 这样出去呢这样 我也听到他聊 可是那个语气之中我就感觉到我猜到 然后后来他还是没有问 那林清霞还是挂掉电话 我也挂掉电话 可是那个时候是我没有生气 不会觉得说林清霞怎么怀疑我 我是感受到他那种善良 甚至他虽然他心中有怀疑 他最后还是保留住 不问不伤害朋友的感情 我觉得文宁老师那个你在我心中开始取代林清霞 不能给他听到 还是我两个都要 我觉得你等一下我把电话给你 我半夜也打给你 你还真别说 我就是说这个眼睛按说是就是说特俗的话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就在你的眼睛里看得出来 你看表面上你这个是个善人善相 但是呢你看你看他的眼神 你注意看他的眼神 我们的眼睛相比之下无光 他这个眼睛你觉得就是心里有团火呀 把他的眼球烧忘了的那种感觉 像两个灯 你觉不觉得你的眼睛里边 他这眼睛我就好像上次跟咱 特写 哪个朋友 对我上次跟咱们哪个朋友说 我说你就看文烈的这个眼睛 就知道他心里是个热烈的人 他是你觉不觉得他眼神上有这个热烈的东西 我都不敢看 白眼小眼也聚光 而且呢你说我跟你们找点怀旧的 你看我自己还有呢 你们还记得吗 当年的大政电影 你看这是谁来着 章鱼 章鱼 你看这是哪一年呢 对我自己藏了很多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李秀明 李秀明 李秀明这个是 这个你肯定知道 王新刚 王新刚 这是当年的 你看这个就算时尚了 那个时候最时尚的角色 这个肯定知道了 刘晓静 刘晓静 你看那个时候我是 这是初三四班 这是谁啊 这是老演员 老演员 对对对 这个是丛山嘛 丛山 对不对 你看 这个也是章鱼 章鱼 这个你记得吗 对 叫什么敏 是 你看 对 张敏 张敏 还有这个呢 这个是拍那个女排的电影 周晓岚和谁的 对对对 和谁啊 这个是 这个是潘红 潘红 潘红 那个是宫雪吧 这个是宫雪 这个宫雪 周晓岚 这就是当时中国最火的电影杂志 是是是 后来你看 1982 你的偶像啊 我到台湾那个旧书摊上 我还买了两本了 当年 你看 差不多都是80年代 台湾的电影杂志 你的偶像 真善美 林青霞 还有这宫的 你看 这个 这个 这是谁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是谁 嘉辉肯定觉得是谁 这个 我讲不出名字 对 一个香港 这个呢 江大伟 江大伟 对吧 私情高娃 私情高娃 骆驼翔子 对 骆驼翔子 这个你记得是谁吗 这不记得 江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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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些 哪叫丁佩 丁佩 李小龙的好朋友 李小龙死在他的床上 死在他的屋里 据说是床上 要休息嘛 休息 对对对 在他床上休息的时候 我最近还跟特区政府要求 把丁佩那个地方啊 保存下来 作为文化遗产 尼小龙 顾军 看见这些马爷有什么怀旧之思 这是我觉得我的记性很坏 怎么这些人全都是到嘴边说不出来 然后呢 这个杂志因为很熟了 你知道这杂志最高的时候发行量多大吗 这很清楚 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 我也拍过大众电影 你没有找到我那一期 哎呦我没收集到 你得给我 这个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时候呢 差大概差三两三万本 就到一千万 一千万什么概念 天哪 他那个一千万呢 他不是一千万个人读 每本杂志至少十个人读 就这个杂志 单位的杂志都是传阅的嘛 所以那是就是文化的一个爆发期 改革你看82年 78年改革开放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 刚开始 你知道我88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 就是因为看这个 这个电影学院的招生在这上面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电影学院招生呢 对于一个完全跟这个圈子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是一个自来水场的工人 然后就是看大众电影上面 登了这个电影学院招生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 电影叫招演员是什么样的 所以就说来北京 没来过北京 说来北京来旅游一下 然后顺便体验一下 招演员 就是在大众电影上 那时候新的这个男的 大市场 男的永远割风底 然后呢 这种浓眉大眼 就是典型的 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个大脸盘子 都是这种审美 你看他都是这路子 对 当时的审美 就现在这个 这个什么脸 我的那一期应该是九五几年的 九几年的 九几年的 对 因为这个是在内地发行嘛 这个跟香港跟东南亚就不一样 你看当时选的女演员女明星 然后拍了镜头 客民国味儿 你看他那个美满 不是 我感觉是很妖媚 有点妖精下 要勾过来 所以当时这一本啊 还算是正经的 还有其他类似的电影刊物 我们那个年轻时代 真的当作小本 叫黄叔来看啊 买回家不敢带着啊 放在怎么带回家 塞在衣服里面 要上个厕所出来 然后看完还要从厕所的后窗丢掉 然后怕被爸爸骂嘛 看黄色小说 后来我才发现他收了一堆 比我还慌 在床底了 所以不一样 在香港跟整个南洋 当时说南洋嘛 东南亚 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上那个大众电影 每一个人的表情很阳刚嘛 阳光啊 应该是说 我们上场的积极 阳光啊 阳光 阳光啊 那个时候当然也有青年人的苦恼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多有意思啊 你觉得表演有时代性吗 有啊 30年代的片 那个拍电影的时候 都有典型特征 叫他说话速度慢 现在我们说话速度快 是被社会逼的 过去社会整个都慢 所以人都慢 慢条思理的说话 听着老水先生的录音啊什么的 那这说的都 那老北京的话特别慢 就是我觉得信息量大概 是我们现在的三分之二 就是他达不到百分之百 我们现在说话速度 你相信我现在这说 速度都已经是非常快的 过去人没有这么速度快的 这么快说话是野蛮的 人就是人看不上你 那我应该好好给一个 你仔细想 30年代像马路片尺这样的片子里 那人说话是不是很满那台词 我现在觉得这个怀旧啊 你看就是他们这个18岁啊 就是好多人写文章啊 聊啊 包括这个冯小刚拍这个方华呀 好像都会 你会觉得到了某个岁数的人啊 他会觉得自己那个 那个时候好像特美好 哎呦特别浪漫 他有那么样的一种那个记忆 包括你看姜文拍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哎他觉得那个时候 在他的记忆里是阳光灿烂的 哎当然一个人就是个人头上一重天 嗯我现在发现真是这样 就是说在你的回忆里 嗯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晴天 但是也许在当年下牛棚的一个人的回忆里 对他来讲未见得那是一个多舒服的一个时候 我就觉得人为什么会 回忆一个自己年轻的一个时候 然后还想的特别美好 特别浪漫 你知道你比如有些 我现在就发现有些演员呢 实际上他是怎么说呢 他是不爱这个在外 就像你一样也不上网 也不看电视 也不干什么 就陶醉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 你比如说张寒宇 这个韩宇老兄 我就发现他就活在那个年代 就任何饭桌上 他都能自言自语啊 就不管你们聊什么 他说哎那时候 只要有一个人起个头 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 叼得一 马上他就接下去 就是你会发现啊 你说他是永远觉得 那个时候最有味儿 最过瘾 最好吗 对 那个时候相对比 今天的社会单纯 我们今天做事累 就累到这个社会复杂 就你做一个事情 不管你是做什么 我想他肯定这个 就有感触 你拍个电影 他不是你想拍个电影 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有一大堆子 就是游离于你 你这个事情本身的 然后你又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就变得非常累心 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简单 就打架都很简单 打完了也很简单 打完了还能好 还能好 就是没 就他变得很简单 那今天你是这不可能的 而且今天呢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两个人看着很好 出门就说坏话 各种下半个 这就是很烦嘛 对不对 人是希望活得单纯 为什么你怀疑你 就怀念你小时候 小时候是单纯嘛 对吧 你一复杂了 就不愉快了 没有 因为单纯 当然是一个 有时候怀旧是一种美学 而且怀旧在不同的年代的意义不一样 我看到现在 我们到一个年纪 怀旧理所当然了 因为前面的路差不多了 你看到差不多 你要往回去 找回自己的坐标你的意义 我们怀旧是正常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 二十来岁在怀旧 怀他十五岁的旧 怀他十月岁的旧 当然跟媒体有关 因为当怀旧 变成一个美学 怀旧变成一种流行 变成 甚至变成一种产业的时候 他们很年轻开始怀旧了 每一个九零后 我们都知道 都说敢盖自己老了 零零后来了 就说九零后开始生小孩了 开始做人头了 开始掉头发了 九零后有什么的了不起 然后就怀旧 怀旧的时间段 越来越压缩的短 那是说明社会变化快 有机会 你想你过去生活节奏缓慢的时候 你从小学到中学 这社会就没有变化 那你怀难门的旧 还有一种就是 这种小字调的无病身影 现在孩子可会这个了 就是他本来没怀旧 因为大家都在怀旧 我不怀旧 显得我落伍 文立你觉得呢 你觉得就是你那个十七八岁 那个时候 你现在想起来 有一些特别美好的记忆吗 其实我觉得 那个 我就是为什么我就想到 那张照片 就是在水校的那张照片 是因为我觉得 我真正觉得我自己快乐的时候 是在三十岁以后 我在十几岁到三十岁之前 就是二十多岁 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一直在 因为我是个双子座嘛 然后我就很纠结 我就都能感觉到两个自己在打架 对 然后一个自己觉得人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觉得自己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 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 就是特别冲突和矛盾 所以那张照片 我觉得挺能代表 我那个十七的 就是一直在做这些思考 我自己不明白 自己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为什么活着 然后老是问自己一些很深刻的问题 但是又不能解决 然后自己就开始读各种的书 什么从什么 什么泥彩到书本华到 然后就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来 结果读了一圈也没搞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时期 其实反而是一个就是青春的 但是呢是充满了那种 那种对世界的未知 然后又想了解这些世界 又想了解自己 然后一个悔涩的 就我现在想想 我觉得所有人都觉得青春是灿烂的 是美好的 但我觉得外面是美好的 那么如花似玉满脸的胶原蛋白 但是内心里头其实是困惑的 因为你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在三十岁之前 你要解决人生太多的问题 你的工作 你的婚姻 你的所有的东西 这些东西全部要在这个阶段把它解决 因为你到三十岁如果还不出嫁 那时候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老姑娘了 对 然后你到三十多岁要三十而立 你如果还没立的话 你又觉得你自己已经变成一个 有压力了 你就变成你就这个事业上 你就没有可能性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既有外在的压力 又有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 和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种特别懵懵懂懂 尤其是我一个外乡人 一个小城市的人到了北京 融入到那么一个汪洋大海之中 然后真的是困惑迷失 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咱们俩一样 你知道我就跟你一样 就是因为我能欣赏别人的怀旧 我一直在 那天我有一个哥们还跟我说呢 你看你那个照片也是那样的 对 他说现在爱怀旧的人啊 是觉得现在活得不够好 就没有以前好 他说你要不爱怀旧呢 就说明你对你现在状况很满意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但是至少在我记忆当中 真的跟流行的叙述完全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看我那个这个照片 就阴郁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 我觉得小时候不快乐呀 我也是阴郁的 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好 就现在最好 就我觉得我现在最好了 就是包括什么 他们讲什么初恋的美好 好什么呀 我现在想起初恋太吃亏了 你这就是傻的 你就完全不靠谱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对于女孩子 可能还有个青春亮丽 对于男孩子呢 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想初中的时候 我看那个哲学书啊 我给自己起个笔名 叫什么拓生 就这么傻的开拓 就好像想在人生的荆棘当中啊 找到生活的方向 实际有点像一个小镇青年 你觉得吗 对对对 找不到生活的希望 对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的小时候跟姜文啊 跟风小刚他们可能不一样 大概他们过得比我好吧 就是你看他们那些记忆 好像有很多快乐的时分 我觉得我小时候 那就是比我厉害的 他就欺负我 对吧 然后呢 剩下的我想达到的 我都达不到 想去一肚子那个空想 但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反而是到了 后来到了四五十岁 我觉得青州已过万重山 就是哎 什么事你都明白了 也知道 没有那么重要了 没有重要了 也知道这东西怎么享受了 对对对 你现在想起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 我说比如说这个初恋 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女孩子 后来我发现 还不是我们同学了解她 那完全爱 那是傻吗 爱上的是一个 自己幻想当中的一个形象 就是 而且就是苦的 就是 哎呦 他们觉得那叫纯洁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就是说啊 我你知道 我拉她手 碰一下她的手啊 我就觉得犯罪 就有 就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有一次 说我们在那个校园里 就说这 初恋 就说 这个拥抱啊 就就是拥抱 拥抱一不留神啊 那个时候 女孩子穿的衣服也宽松 我藏一下 真的 让人家小心了里边 但不是我故意的 但是你知道 有一点故意 但是我把手拔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亵渎了我的女神啊 我就拿这个拳头 打这个树啊 我把我这个手都打出血 我觉得我犯了罪 我觉得太亏了吧 摸一下都没摸过 真的 就是 我现在想想 那有什么好